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九眼神宗鸾魂神府都是神仇大恨 这谁都知道 这种事情稍稍调查便可 这家伙却偏偏说得像是神算子一样 这怕是想让他心生敬畏呀 他莫无忌如果这么好糊弄 也不至于活到今天了 昆运魂不在意莫无忌的态度 去可以 但你现在的实力想灭掉两个宗门 不是我小看你 你真不够可 所以我想找你帮忙 如果这点忙得帮不上 我为什么要帮你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说 昆运却是几乎跳起来了 你说相纯啊 你不是帮我 我们是合作 合作懂不懂 合作之前 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说吧 干不干 莫无忌根本就不理会昆运的暴跳 他肯定昆运有办法灭掉这两个宗门 这是一种直觉 昆运叹了一口气 好吧 我帮忙 其实我知道 你叫我帮忙就是想让我单干 我就不相信 灭掉两个宗门 你能起什么作用 其实就算昆运不同意 莫无忌也不会奇怪 那不过是给他拒绝昆运的一个借口而已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昆运居然同意了 哪怕昆运曾经再厉害 但现在的昆运也不过是个天神而已呀 见莫无忌不开口 昆运一跳脚 莫无忌 你该不会又想反悔吧 我莫无忌同意的事情 岂能反悔啊 昆运赞赏地看了眼莫无忌 这就对了 我还以为你需要我发个誓呢 合作期间不准对你动手来着 昆运 你之前是什么我不想知道 不过我好歹是个神君 如果我还担心你这个天神对我动手 那我莫无忌也不需要修道了 还不如回去躲着呢 你要动手也有的你 只要你不后悔就是了 正如莫无忌所言 这点悼念都没有 莫无忌还真无需修道呢 放心 我不会对你动手的 昆运黑黑一笑 没有人能看出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在这之前 我需要先去一趟神域朝边缘 莫无忌决定 还是先去神域朝边缘找一下书音 莫无忌 我说你那道理去了神域朝边缘万年左右 就算是刚刚去 你短时间内有能力找到吗 神域朝边缘浩瀚无边 聚集了一碗修士 尽之无数 势力更是错综复杂 你怎么找啊 莫无忌沉默下来 他知道昆运说的是对的 但他实在是不甘心 两久之后他才问道 昆运 你说说要和我合作什么吧 去找一样东西 你放心 对你没有坏处 也不会有多大危险 等你的仇报过了 咱们再稍微提升些实力 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昆运早就才到莫无忌会问了 如果没有神路的大宗门过来 九眼神宗在神域绝对算是大宗门 至少在九眼神宗有一个神王 野萨 而且数千年前 九眼神宗更是又诞生了一名神王 在神路众多大宗门来到神域之后 九眼神宗就只能说是不错的宗门了 此刻九眼神宗之外 莫无忌看着昆运不知爆裂神阵 一眉眉阵棋 在昆运手中就像跳跃的音符一样 毫无痕迹被不断打入九眼神宗的宗门护阵之外 莫无忌怎么说也是个无疾神阵王 他一看昆运的布阵手段 便知自己这点阵道手段在昆运这是根本不够看的 别说他了 苍正行 他的阵道手段在昆运眼中同样不够看 莫无忌总算明白 为何昆运在神域新城不拦不惊了 有这等阵道手段 绝对可以利用苍正行的昆沙阵 尽管很多阵棋方位 莫无忌不明白 但他仍旧从昆运这儿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一个七级爆裂神阵 昆运仅仅用了五天便布置完成 莫无忌知道 这是昆运实力不够 如果他的修为再强一些 凭这家伙的阵道手段 恐怕只要几个呼吸 就足以完成这爆裂神阵 走吧 我们再去联魂神府 布置完爆裂神阵后 昆运并没有激发 而是提出了前往联魂神府 为什么不激发呢 莫无忌还以为 昆运要激发爆裂神阵 你果然是嫩呢 你出现在神域新城的事情 鸾魂神府恐怕知道了吗 现在九眼神宗无缘无故地爆裂了 难道鸾魂神府 还会让我们从容不迫 在外围不止爆裂神阵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 昆运鄙视地看着莫无忌 昆运 我有一个熟人在九眼神宗 我想和他打个招呼 让他先走 莫无忌没有理睬昆运的鄙视 昆运淡淡地说 你说的是那个叫做 习念墨的女修吧 你还真多情 人家早就去神域朝边缘寻找纪元去了 他身上的仇恨并不会比你少 此刻我估计他的修为也该到神军出席了 莫无忌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 昆运将他曾经过往的一切全都调查清楚了 这种老妖怪做事情 绝对不会是表面上等了他许多年 数天之后 昆运在鸾魂神父外同样布置好了爆裂神阵 在昆运激发了阵气之后 两道恐怖的炸裂 同时出现在了九眼神宗和鸾魂神父所在的位置 积极爆裂神阵 甚至连神域的空间规则都能撕开 就是神王级别同样难逃一死 两个宗门被彻底在神域摸去 反倒是鸾魂神父的阎庭神王 不在宗门之内逃过了一劫 莫无忌远远看着两处爆裂 心中很是平静 当年鸾魂神父和九眼神宗 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 就灭掉了天凡宗 杀光了天凡宗弟子 还围杀了庞蟹统计他 莫无忌当时就发誓 一定要干掉这种宗门 今天虽非自己亲手所为 但是他并不后悔 昆运 你需要我帮什么 可以说了 我和你一起去 等两大宗门的爆裂平息之后 莫无忌看着昆运 缓缓地说着 他答应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昆运又是黑黑一笑 你又说错了 我都和你说几次了 不是要你帮我什么 是我们合作 合作知道不知道 现在我们还不能去 因为我们的实力都不够 我们需要去神域朝边缘提升实力 那里有完整的规则和一大堆的修炼资源 等我到了神军之境后 我们就可以去了 哼 说来说去不是我的实力不够 是你的实力不够吧 随便你怎么认为 反正就是实力不够 我们在神域朝边缘最多待十年 十年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了 你说十年就能跨入神军 墨无忌自认修炼已经算快的了 但他也不敢说 十年时间就能从天神初起 跨入神军之境 别人不能 我代表我昆运不能 昆运淡淡地说 你现在是天神圆满吗 我看见的天神初起也是假的 错 我现在是半部神军 你这点微末修为 就别想看我的境界了 昆运不懈地扫了眼墨无忌 好吧 那我们十年再约时间 墨无忌知道 如昆运这种老妖怪 他看不透才是正常 如果看得透 那就不正常了 昆运头摇得像是波浪鼓一样 不行 绝对不行 我在这里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等我十年也不行吗 这十年时间 你必须时刻跟在我身边 不对 是我们必须都得待在一起 怎么 你想在修炼的时候 感悟我的凡人道 一直掌控主导的昆运听了墨无忌的话后 顿时掐刻 他有些尴尬地说 也不能说感悟你的凡人道 你的凡人道确实有不凡之处 我需要借鉴一样 借鉴你懂吗 当然 有你不懂的 也可以询问我 昆运心中暗道 这就是个妖孽 他之所以能够猜测墨无忌很多决定 那是因为他调查过墨无忌 而墨无忌却仅凭他一句话 就猜到自己想干什么 看样子 他和墨无忌合作还得再小心些 免得喝了这家伙的洗脚水 他遇见的低级修饰也不少了 就是眼前这个家伙最奸华最难告定 反正到现在为止都是他在付出 合作的事情还没有半点头绪 如果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不修炼 你不修炼我不就感悟不到了吗 反正我修炼的时候 你尽管感悟就是了 借鉴无忌脸色不大好 昆运又尴尬地说 墨无忌平静地问道 如果和神王面对面 你能不能对付 这里神王算个什么 我昆运完全可以对付 那这么说 你也可以随时对付我了 这是两回事 我说了你也不懂 因为这是天地规则造成的 你的道和这里的天地规则毫无关系 这也是我为何要找你合作的原因 好 我同意了 现在就去神域朝边缘 墨无忌没有再问什么 毫不犹豫点头同意了 墨无忌和昆运毁掉了两大宗门之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但整个神域可是翻了天了 无论是鸾魂神府还是九眼神宗都是顶级宗门 居然一夜之间被人夷为平地 这绝对是顶级的大事 鸾魂神府幸存的炎庭神王再也没心思作别的 他第一时间冲到了护神殿里 护神殿是神域和神界强者联手建立的 屹立于神域朝边缘 这里就是神界和神族战斗的最终指挥处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